基督教借菜总会因应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的议题 要创造银法族丰富的第三人生 在新城北浦春打造了梦想50PLUS咖啡类职场空间 由四位平均68岁的熟灵族担任社区营兵员 透过服务与经济自主来提升长者的自我价值感 同时还可以延缓老化、降低长照及失智的风险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银法族的健康生活营造 是现阶段重要课题 基督教借菜总会在新城乡北浦春 打造梦想50PLUS咖啡类职场空间 协助社区长辈学习技能 透过服务创造经济自主 也提升长者自我价值感 65岁以上长者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个功能性 身体也很好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社会性功能 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建立一个类职场的概念 然后让这些长者可以有一个就业机会 那其实姐姐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职场 他们去接触以前未曾接触过的工作内容 那他们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 拓展了他们的社交活动 那像我们的姐姐都是二月份才刚到这边的 那从本来不会喝咖啡 从没有喝咖啡就开始练习 就是认识豆子 选豆 挑豆 然后一直到现在会去冲一杯美式 或是冲一杯拿铁 那姐姐她们其实在这里 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 而且有很好的一个工作时间的调整 那他们每天都只上班四个小时 所以对身体也不会太负担 然后可以在这边学习新的记忆 有第三个人生 那可以又让自己有一个经济自主的能力 有经济收入 然后在这边有很好的互动 目前梦想五十咖啡馆是由四位平均年龄 六十八岁的社区大姐来经营 他们从不曾接触到现在可以磨豆煮咖啡 在过程当中找回了自信心 不会 什么时候开始学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进来这里以后才开始学 这个很难吗 是变成一种乐趣了 很有成就感 梦想五十plus咖啡 会在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 就在北浦路上 八月份正式营运 欢迎大家来品尝大姐们手冲的香醇咖啡 也邀请大家用行动来支持芥菜总会 为长者重回职场 创造机会的助人服务 介络会新月箱报导